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an most people 比起更多人往往更加经常 因为 often 是经常 more often 就特别经常 than most people 比起更多人 比起绝大多数人他更加的会怎么样 他们会更加容易 suffer from a number of nasty genetic diseases 他们会遭受一系列的龌龊的 nasty 不要这么翻 就翻一层向下 叫重大的基因疾病 不就行了吗 genetic 基因 关键这个词的读音 要读得很准确 就很性感了 跟我读一遍 genetic 不好意思 打了个歌 oh yeah genetic genetic nasty 叫很爽的 叫糟糕的意思 nasty genetic diseases 他们遭受了很多这种很严重的基因疾病 such as breast cancer 乳腺癌 乳腺癌 breast cancer 大家知道乳腺癌是有一定的遗传特征的 所以才叫基因疾病 所以andrena julie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布拉德皮特的第二任妻子 angetlina julie 就那嘴唇特别性感像腊肠一样 两个人生了小孩又领养了小孩 那么angetlina julie拍了一部纪录片 就专门说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乳腺要提前切除 乳腺癌 因为他家里一直有这个家族史 所以他就呼吁很多女性关注自身的身体 也呼吁男性更多关注女性 所以这种是很了不起 他自己主动出来说 所以明星也是一样 对社会要做出贡献 所以为什么印度的国宝级影员阿米尔汉 我们就那么喜欢他 虽然是一个印度人 但你对他的印象完全没有什么阿三 这种他拍这个三傻大闹宝莱屋 对不对 包括这个摔跤爸爸 就真的会让我们看得热烈盈眶 你不要说他讲解的套路还是很传统 我们他们就拍不出来 就因为我们内心不干净 不纯净 拍片子的时候不纯粹 所以中国好的电影 都他妈不是在怨先大卖的片子 有没有发现 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勇气和自信 我告诉你 当一个社会 所谓越来越多的人逃离主流 不去他妈听主流的一些扯淡的 推出来的偶像 不去看主流推出来的一些 好像吵得很大片的 就是一些视觉污染 视觉特效的片子的时候 这种人越来越多 这个社会就越来越自信 所以大家向他们学习 勇于走出来帮助社会进步 那么breast cancer 乳腺癌看到了 那么breast就知道了 乳房 乳房吧 不是乳房 乳房是什么意思 原来是 我靠不好意思 乳房 好吗 不是卤房 刚刚我一个时候卤房 南方人L跟R 进到不分 卤房 就是把你的乳房放在酱油里泡 卤一下 变成卤菜了 来 遭受 我们看suffer from 第二个意思 叫 those suffering from 来 主语一看就出来了 those suffering 明显在修饰这个those 没错吧 those suffering from persistent nightmares 那些持续不断遭遇 那些遭遇了持续的恶梦 nightmares 看到没有 持续的叫persistent persistent 叫持续的 那些遭遇了持续的恶梦的人 也就是一直在做恶梦的人 就这么简单 nightmares those suffering from 也就等于 those who suffer from 听到了吧 他的语法不好的 把这里的suffering 换成who suffer 原型 你语法就会越来越好 those who suffer from those suffering from persistent nightmares should ask help from a therapist 需要从理疗专家那边 要求帮助 提醒帮助 should ask help from a therapist therapist 来自于名词 疗效 治疗方案 叫therapy therapy 那therapist叫理疗专家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心理医生等等 或者不是用药物的 理疗嘛 比如帮你按摩 等等 都叫做therapy 催眠师 都可以叫therapist 听到了吗 就不是靠给你吃药了 他都给 当然他会辅助药物 但他主要是靠 理疗 therapist 就这个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 那些老是做噩梦的人 需要去看看心理医生 需要去找找理疗专家 找找医生 你怎么翻都是满分 should ask help from a therapist 好 不难 继续 suffer with 看到了谁 with with什么意思 和什么什么在一起 和什么什么在一起 叫suffer with 我们来看看 和谁 同甘共苦 一起受苦 叫as always in war 在战争当中 the innocent suffered with the guilty 有没有看出亮点 innocent 形容词 无辜的 guilty 形容词 有罪的 来自于名字guilt 对不对 guilt叫有罪 innocent名字叫innocence 叫innocence 所以两个形容词前面叫the 什么意思 变成人 比如说富人 the rich 穷人 the poor 所以the innocent 就叫做无辜者 the guilty 叫有罪者 所以叫 在战争当中 无辜的人 总是和有罪的人 一起受苦 什么意思 平民跟着你们这帮战争狂 他们造罪 听懂了吗 所以这种句子就很好 as always in war the innocent suffered with the guilty 那么这里的suffer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 不及物动词 suffer 叫遭遇痛苦 the innocent suffer 我头很疼 my head suffer my head suffers 够了 好 所以关于这个部分 大家就看明白了 as always in war the innocent suffered with the guilty 无辜的人 总是和有罪的人 一起受 一起遭受痛苦 suffer with 那么这里suffer 其实是一个 不及物动词了 理解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supply with 或者supply to supply本身叫供应 那么supply with 或者supply to 都可以叫供给 供应的意思 那么无非区别 supply with 叫用什么什么东西来供应 supply to 叫供应给谁 你看with跟to 情感不一样 我们来看 China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gas supply 这里是名词了 gas supply 标一下 这里伟哥给的这个补充的例句 书中没有 补充的例句 supply是一个名词 叫供应物 供给物 所以叫 China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gas supply 中国快速地扩张 expand 扩张它的 有天然气供应 to cities and industry 给城市和工业 扩大供应天然气 as part of 作为什么的一个部分 作为part of shift away from 作为一部分的转变 shift 切换转变 电脑键盘上是不是有个键叫shift 叫切换 作为哪种的一种切换 shift away from shift away from 叫远离 远离 its reliance 依赖 乃至于动词原型 rely reliance on coal as a fuel coal 什么意思 煤炭 as a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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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燃料 也就是摆脱把煤当作燃料的这种依赖 的这种转变 也就是中国迅速扩张天然气 往城市和工业供应 以此作为摆脱 你看我翻译成 摆脱对煤炭作为燃料的依赖 来 这个翻译 我给自己大慢分 也怎么样 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读一遍 结束 这个句子经常可以用 用于什么 来做笔记 用于环境 考试当能考环境问题 马上举例子 你不要举那些土编 我有个同学叫小明 他就天天保护环境 什么鬼啊 马上啪甩一句 据中国日报报导 China Daily 总会写吧 不会写China Daily 就写妇女自由 算了 妇女自由 不会报导这个 你编一个名字都可以的 中国正在快速的摆脱对于天然气的依赖 正在快速的摆脱对于煤炭作为燃料的依赖 用什么呢 用天然气供应来扩大对于城市和工业的支持 China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gas supply to cities and industry as part of a shift away from its reliance on coal as fuel 非常有不起 Sweep into Sweep Sweep什么意思 做动词 扫地 扫地 那么Sweep into 一下扫进去了 秋风扫落叶 涌入席卷 你看这种翻译 中文真是博大精神 极其形象 看到没有 Sweep into 一下扫进去了 所以叫涌入席卷 我们来看看2000年的一个句子 Foreign made cars 国外产的汽车 也就翻译成什么 进口汽车 进口汽车就可以翻译成 Foreign made cars 国外产汽车 And textiles和纺织品 进口的汽车和纺织品 We're sweeping into the domestic market 涌入国内市场 国内市场叫domestic market domestic market叫国内市场 内部市场 Domestic market 看到没有 国内的内部的domestic 这里的词根 讲过多少遍 那个 Dorm Dorm叫国土本国 我们说过很多遍 比如说动词 统治叫dominate 写一下 Dorm叫国内内部管理 它叫管理 Dominate叫统治 对不对 这些词Dorm包括王国 国王叫king 国土王土叫kingdom 就来自于dom这个词 那domestic叫家庭的内部的 比如说家庭暴力 就可以叫做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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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 violence 你看家庭暴力叫domestic violence domestic violence叫家暴 家庭暴力 注意一下 好 Switch off Switch 做名词 开关 墙上的开关 就可以叫switch 那么所以它做动词叫切换 Switch可以叫切换 比如说端语 Switch a into b 把a切换成b 就可以叫switch a into b 跟刚刚的shift是一个道理 跟turn是一个道理 都叫转变 switch a into b 那么switch 做开关做动词也有 switch off 叫关闭 看到没有 那关闭 眼睛闭起来 也可以叫关闭 所以叫我不看 我不听 不再注意 所以switch off 我选了一个这样的意思 那么switch off 做关闭 我不担心 甚至我认为反应词 不用我讲 你也知道是switch 因为我们学过 关收音机 关电视叫turn off 开叫turn on 声音量调大叫什么 turn up 调低音量叫turn down 这些借词 大家已经很熟了 那么这里我提一提switch off 除了关闭之外 另外一个意思叫 不再注意 一个道理 其实你知道他是关闭 也能翻出来 不信试试看 he just switches off when you try to talk to him 当你尝试和他聊天的时候 他关闭了 你猜到了猜到 他不听 他不理 他不理你 所以你翻译成 他和你 当你尝试和他聊天的时候 他不搭理你 他不注意你 他不听你 he just switches off when you try to talk to him 就这么来的 switch off 那么以此我们再看一个 switch on 出现了 switch on the recorder please 请打开录音机 switch on the recorder please 下次有录音笔也一样 switch on the recorder please 一个道理 好各位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部分的最后一个单词词组 switch to 那么刚刚我还提到switch into 就要把a转变为b 那么这里的switch to也是一个道理 因为即使是into它的核心部分也不是in而是to 我讲过很多遍 这种组合词 什么up on 它其实就是on 你听懂吗 所以最后这个接词来决定 那么switch to跟switch into接近 都叫转换转变 好转到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来看看整个句子 叫做erickson grow up 好过去是erickson grew up in sweden 爱里克森erickson当年爱立信 erickson grew up in sweden sweden叫瑞典 他在瑞典长大 and studied nuclear engineering 他学习的是核能 nuclear engineering 核工程 engineer叫工程嘛 好学习核能 until他在瑞典 他长大学习核能 直到他发现 until he realized 发现什么 这里省略了一个that until he realized that he would have more opportunity 他可能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干嘛 to conduct his own research if he switched to psychology 直到他发现他本可以来看 would have 亲爱的同学们这是一个典型的虚拟语气 he would have 他本可以干嘛 you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conduct his own research conduct 讲过多少遍 引导 引领 指导 都可以用conduct 做名字叫行为 叫做直到他意识到他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引导 引领自己的研究 if he switched to psychology 如果他转而研究心理学 我靠 学了一辈子何能发现他妈是一个心理学家 这种事很有意思 我学了那么久的法律才发现妈的我是一个英语老师 也很有趣 所以大家会看到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你把这里的contact 你拎出来 不要把它当成领导引领 你直接翻译成左右就好了 整个话的意思就是 他本可以左右自己的研究 左右的更好 有更多的机会来左右自己的研究 如果他转向心理学 所以大家看这里的虚拟语气 would have if 你看都在暗示你是虚拟 那么would have叫本可以本应该 所以整个句子叫 Eriksson grew up in Sweden and studied nuclear engineering until he realized he would be he would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conduct his own research if he switched to psychology 大家注意一下很不错的一个句子 好 这就是我们的switch所引导的词组的这个部分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 s的实际词组的其他词组部分 那么在今天进入这个部分的讲解之前呢 再次提醒各位去做我们的学习标兵 努力的成为we learn 学习标兵 获得我们的学习标兵大奖 具体什么奖品 卖个关子 你们去问杨子样就好了 好不好 那么这是我们如何参加 学习标兵大奖赛的这个方式 很简单其实只需要各位晒出你们的笔记 at我们 加上话题 辞佐贝多芬就可以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希望各位去好好的做好笔记 让我们确定好 你们再用笔看画背诵 当然了如果你更有创意 比如说你晒出的不仅是图片文字 你晒出的甚至是自己录制的背诵视频 站在学校的这个已经被洪水淹掉的池子旁边 一边看着鱼从你身边串过 一边看着身边的同学在抓鱼 一边看着别人的男朋友和女朋友 看着别人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在抓鱼 而你一个人站在中间拿着恋恋恋有此词 佐贝多芬狂辈 这种气场会很屌 好 那么期待各位可以和讲奖品是什么 不多说 伟哥 性情中人 性情好起来就乱送的 我性情好起来 送的东西大到我自己都怕 说不定寄一个充气娃娃给你 好 来 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第一组词组 我最喜欢这种 长得很洋气 第一眼看上去觉得自己认识 但其实他妈的根本就没用过的短语 这种短语用出来容易得分 因为考官也会觉得 哟 这个短语很有档次 很有品味 safe and sound 品味在这 sound 那么sound本来做使用词的意思 就叫做healthy 健康 所以经常这个词会出现在和经济发展搭配的时候 经济发展叫sou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经济的健康发展 sou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是可以的 所以safe and sound 就叫做安全健康 安然无恙 来看 it was a wonder that wonder 奇迹 讲过多少遍 做名字叫奇迹 做动词叫想知道 等于want to know it was a wonder that 这真是一个奇迹 什么奇迹 the car was severely damaged 汽车远远的超出了 非常严重的被损坏了 the car was severely damaged 讲过多少遍 severely 严厉的 严酷的 残酷的 严格的 对不对 当然了 我再说一遍 这种副词出现在行词前面 除非它有非常显著的否定色彩 比如说barely rarely scarcely selton 讲了无数遍 否则这些副词都等于very 起到加深程度的作用 我都懒得说了 你们一定记住了 the car was very damaged 被极大的损害了 beyond any means of repair 猜多了猜到beyond超越了 超越了any means 讲过多少遍 mean加s 做名词等于方法 超越了任何维修的方法 叫beyond any means of repair 超越了任何修理的方法 while the driver was safe and sound 然而 司机却安全 健康 安然无恙 所以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this kind of driver is not a common driver i think it could be an old driver 因为他是老司机 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好 整个句子读一遍 it was a wonder that the car was severely damaged beyond any means of repair while the driver was safe and sound 好 来 猜看下面一个 second rate 猜到呢猜到rate 等级 rate 叫等级 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叫价格 rate 那么second rate 叫二流的 好 我们看看二流的 continuing along this path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continuing 沿着 continuing along 既然是词组贝多芬克 我们的关注点 更多是在这种借词和连词上 continuing along this path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注意 主语 没有出现 倒是开头立马出现动词 continuing 所以你不用想 肯定是修饰后面的主语 says writer 这个says writer 等于是没有用 叫writer says that 那么什么人 earl sure is 也就是这个人说的 也就是earl sure is says that 听懂了吧 那么这里的writer 就是这个earl sure is says writer earl sure is 也就是earl sure is says that if we continue along this path we will 所以大家看这个continuing修饰的就是谁啊 这里的真正的去词主语 we 所以大家打个箭头 叫如果我们持续往下走 叫we continue along this path we will 所以大家看英语的修饰不会骗人的 好 这里的continuing为什么叫ing 因为修饰的是we 主动语台 我讲过动词做修饰 只要看主动被动关系 主动语台加ing 被动语台用分词 那么一般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是 在名词的后面加上动词的修饰 主动语台ing 被动语台分词 有时候ed 有时候en 甚至有时候圆形 没错吧 那么整个这些部分 我们以前只记得它加在名词的后面 但如果把整个这一坨 拿到句子的前面呢 那就变成了一个 很难得的在考验写作当中 或者在各种考试写作当中 都会明确被提出的 但凡用这个手法 就会加分的一种语法特征 也就是把修饰拎到前面去了 当整个句子后面很长 你就不需要在这个名词的后面 we做文章 你直接后面已经有了 你就直接把它拎到前面去 那么拎到前面就变成什么 哪怕你语法不好 变成壮语 那其实这个部分可以放在we的后面 we continuing along this path will become 就是这样的 或者说 the people who continue along this path will become 能听懂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不愿意这么干了 我把它直接提到前面去 变成壮语 整个句子就避免了头重脚轻 它就很平衡 也就是说各位记住 整个这个continuing along this path 从语法角度 它可以直接放到we的后面 也就是people的后面 people who continue along this path 那我现在直接把它扔到前面 动词 依旧是主动语台加ing 不动语台用分词 那这个叫壮语 就是一定加分的 所以各位 我们把这里没有用的 says writer earl shawries 也就是earl shawries says 或者writer says 那么把这个部分 没有用的删掉 各位来读一下 体会一下这个逗号 后面的停顿 叫continuing along this path we will become a second rate country 多棒 如果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我们会变成一个二流国家 也就是时下流行的一句话 说法叫开倒车 国家在整个退步开倒车 那么就会成为二流国家 we will become a second rate country we will have a less civil society we will have a less civil society 我们国家会变得更加的less 你看这就属于我讲的否定性 值得复词和使用词 less 值得以not 所以叫我们会变成一个 没那么文明的国家 we will have a less civil society 也就是we will have a not civil society 好 second rate 二手的 二流的 回了 再来 shut off 讲个多少遍 shut off 叫做断缺 be shut off 缺乏的意思 我们来看看 as a result of the rain of the forests as a result of 做笔记 叫鱿鱼 也就等于 due to 而 as a result 讲了多少遍 他打个都号 他就等于因此 等于hands 都好 等于soul 至于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再说一遍 因此叫as a result 那后面跟的是结果 而as a result of 叫鱿鱼 那么他后面跟的就是原因 能听懂吗 所以叫as a result of the rape of the forests 由于森林被强奸 rape 也就是由于我们对森林肆意破坏 这就叫rape 你就懂了 只是用来表达一种情感 由于我们对森林的破坏 parts of the country are now shut of water 部分国家现在已经缺水了 shut off water be shut off 短语学会了 短缺 叫be shut off 好 再来往下走 side effect side effect 那么叫副作用的意思 那么这里的side 大家注意看一看 这里的side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叫副作用 副的 副作用叫side 好 side effect 我们来看 scholars 学者 policymakers 政策制定者 and critics 以及批判家 批评家 对吧 of all stripes stripe stripe本来的意思叫条文 那你翻译成各种条文的学者 政策制定者和批判家 不要 也就是各种各样 好 各位 以前我们写各种各样都是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对不对 sorts great sorts of people 现在跟洋气的来了 各种条文的 of all stripes 好好体会一下 主语在这 主语在这 结束了 叫各种各样的 背下来 stripe 我再说一遍 stripe本来叫条文 比如说衣服的条文 就可以叫stripe 我们来读一遍 scholars policymakers and critics of all stripes 好 各种各样的 学者 政策制定者 和批评家 干嘛 have debated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changes of of 一定是先翻后面 正在 争论 debate 争论什么 这些改变 所带来的社会 implications implication 来自于动词 imply imply 本来叫暗示 那么有另外一个动词叫表明显现 叫implicate implicate叫显示表明显现 imply叫暗示 这个叫表明显现 implicate 那么所以这里的implications 你可以翻译成 这些人 干嘛 正在争论 这些改变 所带来的社会表现 这么说不太清楚 你不如说成 他们正在争论 这些改变 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带来的社会表现 不就带来的社会影响吗 好 这些人天天吵 这些改变 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but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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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few few 叫没有人 few 叫一些 few 叫没有人 few have looked at the side effect 却没有多少人 看到它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 family risk has risen as well as well 等于to 叫也 叫没有人看到它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 家庭风险也在上升 叫family risk has risen as well 家庭风险也在上升 好 搞定 副作用 side effect 好 再看下面一组 so as to so as to 什么意思 来我们看看整个句子 Thus we must maintain powerful self-confidence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 maintain 维持保持 maintain powerful self-confidence 我们必须保持强大的自信 and optimism和乐观 optimism 词跟optic 叫好的意思 你看最佳条件 叫optimen 做名词叫最佳条件 做使用词叫最优的 不见了一定要写perfect那个词 别人都写perfect 你有optimen optimen 因此我们要保持这些强大的自信 以及 强大的自信 强大的自信 以及乐观 in the face of 你看处处是短语 当面对 challenges 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什么挑战 为什么面对挑战的时候 要充满 这个乐观和自信 so as to 那么所谓的so as to 也就是in order to 因此为了 为了什么 survive and succeed so as to 也就是为了 为了生存 为了成功 我们要保持乐观 保持自信 所以这些句子 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看看 伟哥帮你们找的这些例句 你们该背就背了 因为这些句子背下的写作文 很容易用出来 作文到最后 无论如何都要往正能量方向引导 没错吧 这是中国特色吧 所以你们在往正能量方向引导的时候 这些句子就可以用了 无论何时何地要自信 要乐观 当面对挑战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整个句子我提供大家读一遍 很好用 在旁边做笔记 写作金句 好 摘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 Thus we must maintain powerful self-confidence and optimism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so as to survive and succeed 为了生存和成功 好 不难 再来看下面一个 so card 所谓的 号称 所谓的 来了 but not everyone is happy at this so-called outsourcing of tutors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很乐意 be happy at 叫很乐意 接下来你看处处是短语 be happy at something 叫乐意看到 叫并不是每个人都很乐意接受这种所谓的 outsourcing of tutors outsourcing out sourcing 那个source 叫做资源 没错吧 起源源头 source of 起源 out source 外部资源 所以叫借掉借用 借外部的资源 所以叫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于接受这种所谓的外聘的或者外请的 推特老师 助教教练 推特包括这个家教都可以叫推特 听懂了吗 所以包括你们去外面参加一些伟林每年寒暑假去世界名校我们每年暑假寒假都会有世界名校的旅游很多人考完试或者放假就跟我们去浪了 今年马上录完这个课 伟哥要去哈佛大学 所以期间我们这个课程可能会停半个月的更新 但是没有关系 伟哥一直在说我们所有课程的这个更新 它的学习节奏 还是按照我说的来 你们就让伟哥霸道一次 词作比多分 我不希望成为占据你们所谓主流学习时间的一门课程 我希望你们利用所有的零散时间 每天30分钟不要多细水长流来做这件事情 好吗 这句话我不只说过一遍 所以去美国这段时间半个月休息就休息好了 那我们去国外的时候 我们在夏令营里面 营地这次会带一批去年考上营的同学 他们也是跟着我这么一步步学过来了 不着急 按部就班就能考上 省下的时间别扯淡 第一复习前面的内容 第二去看专业课 特别是我们马上 刚刚7月1号开始更新的暑假 每年暑假更新的这个这个这个真题集 我们的真题 每年暑假7月份都会上的老十年真题 主题金讲 然后秋季会有新十年真题主题金讲 但只要按我们的节奏来 不会有问题的 考不上你就去网上骂我 只要你按我的节奏来 好吗 所以别闲着 时间都是自己安排的 那么比如说我在营地里面 邀请了一帮哈佛大学的学生 确实是这样的 每年都有 他们在营地里跟着我们 跟我们交流沟通 这部分人就叫做Tutor 就叫做Tutor教练 所以Outsourcing可以叫外勤的 外聘的外部资源 所以他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这种外聘的主教 外请的教授 或者老师 就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 好 句子读一遍 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这种外聘的外聘的外聘